指揮中心宣布 微解封开放餐厅能够内用 但是拜当劳决定还是要禁止内用 维持外带一直要延续到7月26号 同样这么做的还有顶呱呱 三级警戒没解除就不开放 继续以外带外送为主力 不过其他素食店像是摩斯 还有汉堡王都在8号的时候宣布 7月13号起将要开放内用 但由于各县市的政府规定不一致 也因此将会滚动式调整 摩斯汉堡就算能内用 但厕所还是禁止的 汉堡王则是都开 至于肯德基由于各地方尚未完全公布 因此还没有定论要不要开放 员工加强环境清销替微解封做准备 包含网品集团旗下品牌 吸体牛排聚火锅陶板屋等 还有马辣及竹间火锅集团 以及联发集团旗下的歇脚厅 初步规划照着中央公布 7月13号开放内用 至于响兵集团晚两天 暂定7月15号开放 不过全台都有分店 却得面临地方中央不一致 有些县市可以开 有些县市却尽致 在全台湾各地都有一些分店 那我们这边都会 就是依照各地区性的机关首长 他们所定定的一些实施办法 来做应对 陶原最先开第一枪宣布所有餐饮依旧暂停内用 包含新北也跟进 至于一直提出餐饮最后开的台北市长柯文哲 预计在9号公布 中央抛给地方决定权 各地不一 餐饮业者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台北新闻连至周圣台北报道 7月13号威劫封 这对餐饮业中央虽然放宽 但最终决定权下放给地方政府 何文哲没回应到是侯友宜 9日一早宣布 新北市餐饮业不开放内用 所以对新北市来讲 我们还是在警戒三级原则底下 开放才是例外 我们所有的作为也会来转支给台北市知道 就担心要脱下口罩用餐呈防疫破后 部分县市在餐饮业条规上决定逆时中 包括新北 桃园 台中 云立县和高雄 另外新竹县 新竹市和嘉义市 也不准市场和夜市内用 还在讨论的有外岛 花莲以及台北市 据悉首都倾向不开放 内用你挺多也才几个人可以做而已啊 也是没有用啊 因为觉得现在疫情也还没沉不过 还是会怕啊 因为用你也是要梅花做啊 也是要11.5啊 做你根本做没有几个人啊 走访台北餐饮业者大多都表示 消息为上比较好 不过三级警戒严重冲击餐饮业生计 根据劳动部通计显示 目前实施无薪价的住宿餐饮业 家住攀升接近500家超过9000人 数字是一周前的一倍 我们生意真的掉了一半 但不是有影响 可是政府已经规定这样 我们就是配偶 我们几乎生意掉了一半 然后甚至可能掉个五成 那这样子你们即使这样 还是觉得不开比较好 对 因为毕竟为了生命安全比较重要 毕竟开年代还是害怕病毒 生意和生计实在难拿捏 DVB的新闻出版后留听听才不懂 白色外墙还有一个外挂楼梯 疫情之前很多消费者喜欢来这边拍照打卡用餐 老板搬出桌椅但现在可还没尾解封 原来店里还是有外带外送餐饮 这桌椅能让客人知道这里有营业 咖啡饮料简单餐食 老板说疫情关系靠外送外带 勉强hold住了五成业绩 很期待13号开始开放客人内用 因为我们这种是比较吃氛围的 没办法内用的话影响到我们的营业额 本来座位沿着墙边摆 每桌距离不够宽 未来会像另一边这样拿掉一张桌椅 拉开彼此1.5公尺的距离 另一家早餐店烤吐司刚开幕 内用空间以吧台为主 店家说已经打电话询问 餐厅吧台只要加装隔板 保持1.5公尺距离 还是能提供内用 但他也担心规则还不够明确 打算隔一段时间后再开放内用 以台中来说知名的顶王麻辣锅 乌玛烧肉 这些主要以同桌共食的餐厅 又该怎么来兼顾防疫跟内用 乌玛已经开放线上定位 强调客人线上点餐 人数降载采梅花座也会有隔板 但目前没有约束同桌者共食 顶王麻辣锅则说 内部还在演你如何共桌分食 7月13微解封 餐厅适度开放内用 套餐个人锅为主的餐厅 没啥大问题 但就是这烧烤或一次好几人 共食的火锅 到底该怎么内用 中央1922说 这是规则的认定问题 要问地方政府 但地方的1999专线 也只能给出大方向的答案 要有十连制 出入口管制 梅花座跟隔板 其他问题的答案 一概模拟两可 TVBS新闻理程又红彩伦 SNG小组台中采访报道 先前哲中心是规定 不能在户外打篮球 不过7月13号之后 是有条件的来开放的 但是却说不能团体竞赛 也不能三对三篮球 也因此当民众觉得很奇怪 那就只能自己投啊 也很奇怪 通常都是找三五朋友 出来打篮球的话 现在也都不行 那现在篮球场开放 好像也没什么意思 爱好打篮球的民众无奈 只能继续自己练投 其他像是排球 躲避球等 有肢体接触也禁止 不过除了规定 让民众不解 场馆限制 民众也母萨萨 例如高中指以下学校 操场适度开放 让民众使用 但校园内其他运动设施 全都禁止 包含篮球场 网球场 室内体育馆 邮具等都不开放 民众担忧管理上恐有难度 教育部也解释 是因为暑假学校 人员叫不足 至于其他室内外运动产馆 包含运动中心 健身房都开放 但个人运动用具 禁止混用 也让馆长开炮 等于是要业者 不要开 不解健身房 器具不混用怎么开 但指挥中心解释 个人器具指的是瑜伽店 球拍等 健身房里带不走的 属于器材设备 只要采用梅花座 使用后消毒就可以 不过淋浴间 三温暖 蒸汽烤箱等 依然禁止 但各大运动场馆 有条件松绑 却不包含游泳池 一辆业者 气得跳脚 游泳池业者痛批被丢包 随着全国运动会 倒数99天 学手们无泳池可练习 谁敢通通跑掉 也让教练相当不满 当然非常失望 因为为什么没有开放 下个月就要选拔了 两个都会没练 韦解峰标准不一 民众无奈 但指挥中心也强调 会滚动式检讨 体系的新闻 假期间还是得待在家 父母又不在家 要上班赚钱 然后我们这阿公阿嬤的 有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 照顾这么大 那么顽皮的小孩子 因为过往脱婴 照理没有寒暑假 但碍于三级警戒再延长 有阿公阿嬤 帮忙照顾孩子的家庭 都已经快要无法招架 要是双薪家庭 又没有后援 就得自己请防疫假 许多家长不满 解峰标准差很大 各级学校 幼儿园 课照中心和补习班 都维持现行机制 但室内的电影院 健身房却能开 加上防疫照顾假 又是属于无薪假 有家长就PO文求救 小孩没上课 照样收到幼儿园的缴费通知 表示依照规定 请家长缴交六七月份杂费 更五千四百元 合计一万零八百元 否则幼儿园难以给员工薪资 幼儿园教老师生活 也必然陷入困顿 通知单上也表示 为体恤家长疫情期间 生计负担普众 如果在七月十二日之前 一次缴亲 酌减两千八百元 但家长哭喊 明明六七月 孩子没去幼稚园上过一天课 学校也没有线上课程 家长都无心还没领纾困 有钱缴费吗 幼儿园的不管教学形态 或是师生的互动 是较紧密 相对风险还是比较高 教育部回忆 已经加速教职员施打疫苗 但家长回工作岗位 依旧头痛 小孩到底谁来雇 TVC问周一峰张贤 特不到 课本什么其实都已经拿到 课本里面是书包 就是在搬品书包 跟那个参戴之类的 本来713就可以来上课 结果一言再言 家长之后带孩子来幼儿园 把书包先领回家 为解封幼儿园 不能开放 业者很失望 失望蛮大的 因为其实一直看 那个人数一直在下降 我们一直都在做 打扫跟消毒的工作 然后本来预计 7月13号要复课 没收入 但薪水要发 还得撑到月底 苦不堪言的 不知北部幼教界 像台南这间幼儿园 游戏区空荡荡 前一天还以为即将为解封 老师都把玩具拿出来清洗 晒太阳 哪知道713幼儿园依旧不开放 他这个开放的逻辑是什么 因为我们幼稚园或脱婴中心 它是属于一个 很固定对象的收拖幼儿 幼教业者忍不住炮轰指挥中心 神逻辑 学童老师都是固定对象 哪里不安全 没收学费 行政人员照样要上班 薪水根本发不出来 台南市幼儿园拖婴中心 加起来400多家 补助根本是杯水车薪 已经有一间拖婴中心 宣布要歇业 但是昨天就有一间拖婴中心 他已经说结束营业 而且他已经安排那个小朋友了 就是国家署和卫福部那些补助 我们真的叫做杯水车薪 因为4万 对应该4万你看 其实除以三个月 一个月也不过是一万三千多而已 为解封继续停课 家长崩溃 幼教业也难称 宣布倒闭的幼儿园 恐怕还会有 TVBS新闻顾首昌台北台南 综合报导 请订阅 按赞 分享TVBS 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